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放了一个盘子等一下会尝试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很一般的这种中白云的毛笔 到处都有 非常便宜 然后呢 一根黑线笔 一根铅笔 一个橡皮主要是打一个线稿 一个比较简单的线稿 这个十色的水彩笔呢 说来也非常巧合 是因为家里的小朋友呢 非要买 然后我一看这个是儿童的 因为是可洗嘛 是怕弄到衣服上 我就觉得这种笔 一般给儿童用的应该 专业性非常差 但是呢 比较安全 比较卫生 就比较好用啊 给孩子用的 但后来拿回来以后 孩子用了一两下啊 结果我就觉得 这个笔看着很不错 而且可洗的 我能不能加水 就发现 别有冬天 真的是很好用 但是呢 后来有点后悔 买了一个十色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最少买一个二十色的 五十色的也很好用 一百色的就有点 可能就很重复 有点luxury 有一些颜色就要浪费掉了 就不会用到 但是呢 它的价钱非常便宜 我这个十色的花了大概三十人民币左右 然后我发现一百色的也才一百多块人民币 也就是说一支笔才一块多钱 真的很好用 so far 你可以看到在我绘画的这些猫猫系列里面呢 我用色都非常单一 因为就这么几个色嘛 所以主要常用到的是橘色呀 这个棕色呀 这个黑色非常好 因为它带着一点墨蓝色 所以我有的时候要去画灰的时候 我就把它稀释 画蓝的时候甚至也用它 里面加上一点点黄啊 就产生一点点绿的感觉 ok 然后这个青绿和深绿色也有用到过 粉色这个颜色非常粉嘟嘟 有点荧光的感觉 我也用到 黄色也有用到 so far 这几个颜色用的比较少 但是偶尔也会touch到 所以很不错 所以今天是想试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水的效果吧 今天是 等一下我会还是拿这个 摩妇厂的猫猫系列做一个样板 会画这一幅 很可爱 因为这个里面有用到绿色呀 棕色橘色 我们用棕色橘色来画它的这个 这个脸 然后带点黄色 带点绿色 可能还会加一点黑色 眼睛是这个黑色的 你发现它会有点墨烂 等一下我们就会用 首先我先试一下这个笔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彩笔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画到这边吧 然后橘色是我最常用的 这个笔的笔头呢 非常的软 材料非常好 就感觉软硬适中 然后很流畅 然后水的颜色呢 它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画细 也可以画粗 它非常的流畅 它这个软硬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 它这个颜色呢 很正 然后带有点显眼 然后呢 如果我沾点水 看一下 沾点水 多沾 如果你刚画出来 立刻就是这种用水blend的话 你几乎原来的画剂都不太容易看出来 然后呢 你甚至可以站在这边 我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画这种很浅的颜色 我就是在深色的地方站一点 然后在别的地方再画 这种浅色的 然后如果你想留一些笔记呢 你就在上面 就是这样 它下面会有一些绘画的痕迹 也是很有趣 如果我们想blend 比方说我们想blend 在纸上我也是有直接blend的啊 我最常用的就是拿这个橘色跟这个棕色啊 就是在纸上就是 直接沾一点水 然后呢 就给它blend出来一个橘棕色 你看 这个原来的绘画线都不见了 非常的好 很均匀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颜色弄到别处去 你看 涂起来非常的快啊 这就是我特别喜欢 那就是特别省事 特别快 然后你要是用水彩的话 就是单拿的工具啊 就用的比较多 且水彩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标准色 都是用来画写实的 所以水彩颜料的颜色会比较 饱和度会低一点 而这个颜色非常鲜艳 特别适合一些这种插画呀漫画类的 这种鲜艳的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我想试一下这个盘子啊 这个我也是看到别人用 自己就很好奇 因为别人说这个你blend的时候啊 如果你在这边blend 就可以提前blend出来这个颜色 直接上 也就是说如果你完全不希望 它有这个画痕 有这个笔的痕迹的话 你可能就要在这边涂色 你涂色需要上那种比较均匀的漫画类的 你可能就要在这边 我试一下 哎呦还真是还真是 再加一点水 哦 所以你在这边blend好了 直接上色 这就完全没有画痕 你看这边它多少还有 有时候还是有一些笔记的位置 如果你想让它完全没有画痕的时候 你就用这边 之所以有这种效果呢 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纸啊 大家一定要用水彩纸 因为水彩纸它相对来说 它水停的水干的比较慢 而且干了以后因为它材料比较厚 它可以再重新刷 哪怕有一些水痕 这种水痕的边际 我没有说画完以后 在水彩纸上也可以把它再blend掉 你可以看这个 因为它这个水彩笔的这个颜料干的比较快 所以它干了以后 其实这个地方的水痕就去不掉了 所以一上来呢 就把它在这边blend的很均匀 多加一些水 然后大面积的直接铺开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要画特别大的画 这个肯定是不适合的 OK 这种笔就是适合画 这种尺寸的就是常规尺寸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用到的这种尺寸 都可以用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接下来要用的颜色吧 那因为这幅画里面用到绿色嘛 所以我可能要试几个颜色 看看 一个是这个颜色 应该会用到 这个浅绿色应该会用到 黄色应该等一下也会用到 OK 我一般这个棕色也会用到 棕色也会用到 OK 包括刚才已经试过的这个橘色 橘色也会用到 然后这个黑色 这个黑色特别好 我把这个黑色给大家blend一下 看看效果 这黑色里面带着一点墨蓝色 特别舒服让人觉得 然后差不多就这几个颜色了 就这么四个颜色 六个颜色就够了 你看 黑色 你看 它一旦blend出来以后 它有一种蓝色的感觉 它这个墨蓝色 挺好看的 而且你要是blend的 比较轻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深的墨蓝色 浅的话 它有点水水的那种 那种蓝绿色一样的感觉 很不错 很有趣 所以有的时候我要 把一个颜色压的 就是饱和度低一点的时候 我会用它 来感受一下这个黄色 很艳丽的一个黄色 哪怕弄的已经很淡了 它blend的已经很淡了 它这个鲜艳的那种感觉 还是很明显的 绿色也是 感受一下 然后 OK 从此来弄一下 OK 所以就试了这几个颜色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了吧 好不好 我们就是我先画一个现稿 现稿的过程 我就给大家省略了 就快速播放 让我先画一下 画在这个位置吧 现在我们就要上色了 首先先上猫猫的颜色吧 先上猫猫的用这个橘色 我一般是用这个橘色和棕色 OK 大家感受一下 再一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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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刷就行 这个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笔的痕迹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笔的痕迹 也能看出来 这个猫猫的这个 因为这个插画本身是 故意的留了一些笔的痕迹 有一点点绘画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 我们直接上 颜色不是很均匀 反而会感觉更舒服一点 OK OK 然后呢 这个颜色 比方说 如果我觉得这个颜色不错 我其实想 等一下在这边 玉米这块 也给它弄成 也可以用这个颜色 稍微 垫一下 加一点点 OK 然后呢 直接我把这个眼睛也 直接给它画了吧 这个是黑色 是 点一下眼角 然后自己运开就好 不用画的特别深 淺淺的 有那种透明感 感觉 更好看 这个白点没有留出来 我没事 等一下 我们点一下就好了 OK 拿白笔点一下 OK 现在我们画叶子吧 叶子 颜色也比较简单 叶子呢 或是直接涂 叶子 就是大面积的涂 加一下就行 这中间有点黄色 然后呢 加一点点 一点点 混在里头 这个有点浅 再加一点深绿色 其实它那个颜色 还有点偏棕 它是一个深一点的 偏橘偏棕的 但是没关系 它是一个深一点的 我们拿这个 最后再看 水 对 就是特别快 发现没有 这个 用这个 用别的笔 都要快很多 而且呢 颜色你可以这么疑惑 它就变得特别均匀 留一点笔粗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正常是域民的叶子 因为上面是有本路的 这个绿色就有点稍微艳了 应该用棕色或橘色加 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等一下再调整也OK 就挺喜欢虚材皮这种 艳艳的颜色 很艳丽 因为自己 画这种艳丽的颜色比较少 就是 化水彩的时候 想把它画的那种 特别强烈的艳丽的颜色 有的时候用那种 传统的水彩 你还画不出来 因为这个里面有荧光的感觉 因为这个里面有荧光的感觉 上色 就是这么的舒服 这么简单 OK 这个剩下的呢 这边有一点颜色 它其实是一个 深绿色 但是呢 刚才咱用的这个深绿色呢 感觉它有点太脆 它是一个翠绿 它是一个翠绿 所以咱们再次加一点棕色 试一下 棕色 在这个绿色里面 它就会生下去 OK OK 这个生下去的效果还是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等一下在这边加一些棕色 剩下去 就是我一般加棕色 我加黑色 好嘞 好嘞 然后呢 这个同样的棕色呢 我们到这边 这边就刚刚好 OK 这个地方呢 咱先 哦 那个棕绿色 打个底也不错 这个麦穗 本来就是有一点土黄的效果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土黄 所以这个棕色加上这个绿 有一点那种橄榄绿的效果 跟它这个颜色还挺接近 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以后这边 我们再上色 因为它这个水彩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稍微要干一下 不然你上色的时候 那个笔的效果 就不是很好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啊 如果你在它生的时候 上色 有的时候上不上去 这会儿水还是 不是很多 它还是会晕开 拿个黑的也试一下 然后呢就可以画这边了 这边的画以这个黄色为主 但是呢 它有一些褐色的深的边缘 那再试一下 不行 再往上加一下 再往上加一下 上面还有高风 高风最后加也可以 留一点点 我们把它搭开这个褐色的 我们要搭开这个褐色的 就这样 就这样 这样 那这样 就这样 接个几个风 那现在就OK了 消瓷 上色的时候也是像以前的笔厨一样,稍微又留一点白 别都给它混了,然后我们再用笔 这个深的没关系 就等一下再加强一下就行了 就是你看这个水彩就是 但是好处就是你 比方说你想让它混得特别好 你就加水使劲的搓的那个颜色 它运的也不错 但是呢如果你还想让它保留这个水彩本身的那个 底和纹路的时候 你就少搓的一下 它那个笔的感觉就完全都露出来了 就非常好 然后你上色的时候直接拿水彩笔上 它也会容易很多 OK 我们等它看一下就 好,这边看 这个比方说我想在里面加点滑痕 对啊,我这个水彩的这个地方 用水彩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可以 想怎么用怎么用 嗯,特别方便 然后我可能想 哦,这边稍微加深一点 等一下,我可以收一下深一点 用了这个褐色,没有用那个深绿色 因为那个深绿色有点太脆了 再开一下,试试 嗯,你看 那它融了以后 这种长线条 这个褐色 这个褐色 刚好就变成这种 像褐色一样的这种 像褐色一样的这种 效果 嗯,原本的那个也能保留下来 你给它夹的这个线条的这个东西 到后期夹的这个线条的东西 它也留下来了 没错 那比方说想把这个绿稍微融进去一点点 它比那个彩鲜 可容的彩鲜 滑起来要容易的多了 就特别的舒服 刚刚里面有一些地方 还有一点绿色 绿的太脆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棕色 或者是橘色比较好 是橘色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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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我之前这块有一点点橘色 我们拿它试一下 再一些 这还不错 加一些衣服 橘色再加衣服 让你感觉到颗粒 刷画的很随意 但是 能感觉突然那个效果 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粉嫩的鼻子 特别粉 你要嫌它太脆了 拿水沾湿一点点 它就容易结会好一点 OK 就这样吧 好的 就换了这么一个 今天就换了这么一个 好的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Crayola 这个会儿热的这个水彩的这个感觉 非常好用 我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淘宝上去搜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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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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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